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4.8下火剧情节奏吐槽 尼路于闪兵CP 四家社区都受不了 元神,五点又来人全角色 那我要上位来临 圣遗物增心功能 在元神的故事情节中 闪兵,这位潜于人重执行官 无疑是备受争议的角色之一 他既有着敬爱者,也有着憎恶者 几乎没有中立的立场 他的争议性主要源于 他在剧情中对许多角色命运的直接影响 且影响往往是负面的 他导致了万叶的流离思索 神里家族的衰落 甚至可以说他是整个故事情节的幕后推手 然而,由于他一直以来被塑造成一个调皮捣蛋的形象 且个性鲜明 因此仍有许多人喜欢他 然而,在4.8版本的剧情中 闪兵可以被称为真正的主角 他不仅是像勇者斗恶龙中的勇者那样勇敢 而且还建立了新的友谊 他的角色从无恶不作的反派 转变为内心高尚善良 被女神选中的勇者 为了凸显散兵的正面形象 文案首先展示他 成功拯救了所有罪牙的人 并且帮助了迷思自我的杜琳 重新找到了自我 在这一过程中 玩家及旅行者本人 除了昏倒拖后腿外 主要扮演的是一个记录者的角色 闪兵的人物形象前后变化巨大 再加上他原本令人反感的嘴臭性格 直接夺走了原本应该属于主角的光芒和参与感 导致部分玩家感到不满 这也成为本次情节发展中 最主要的矛盾之一 当尼路在活动一开始 穿着新衣服出现 并拥抱旅行者时 许多玩家可能会情不自禁地称他为老婆 并心甘情愿购买了他的皮肤 然而 意想不到的是 在后续发展中 这一情节出现了反转 导致许多充值玩家直呼后悔 在故事中 主角一行人罪牙 被散兵所救 尽管主角拥有风之意 和可以运用风元素力量 却成为团队中唯一晕倒的人 最终和其他人一起 被散兵救起 救援后 主角躺在尼路腿上 原本可能会引发一些卖萌的情节 但没想到 尼路去直接说 阿茂 你刚才怎么不把他放在地上 这一情节 导致了许多玩家 感到意外和后悔 这句台词 让尼路说出来 很不合适 有些玩家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尼路感到害羞 才说出这句话 但即使是这种情况 配音也应该传达出害羞的感觉 无论如何解释 这种情节 都有不合理之处 另外 一些玩家指出 尼路的新时装上 挂着散兵的专属武器 精子细观察 确实有相似之处 甚至连胖刺上 也出现了 类似散兵专武上的花纹 而尼路的皮肤名为 沙邦之息 缩写正好可以解读为 散兵之息 这种巧合可以说相当具有讽刺意味 如果剧情没有问题 大家也不会联想太多 但现在 尼路是散兵关配CP的传言 已经甚嚣成上 新消息再次曝光 根据尼克大佬的消息来看 西诺宁根据队伍成员的元素属性 获得不同加成 火属性增加30%攻击 冰属性增加20%暴击率 水属性增加40%生命值 岩属性增加60%防御力 而雷属性角色则获得充能效果 此外 队伍中每多一种元素 抗性减少40% 异技能会降低敌人的抗性 可以说 维莱特体系直接得到加强 强者在各方面皆有惊喜 维莱特事件后 也算是幸运降临 只要测试服的表现能如此发展 接下来将会新增一些功能 其中之一是可以摧毁剩遗物 这样做将会提供一些强化经验材料 这一功能在很久以前就被玩家提出 只是在隔壁的星穷铁道上得到了应用 但现在终于又回归到了游戏中 纳维亚再次被忽略了 西诺宁这位神府 对岩系角色的增伤 主要集中在防御型角色身上 纳维亚恰好不在这一范围内 千枝和异斗等角色 似乎直接受益 这对纳维亚来说 可能让他显得有些失势 不知道纳维亚何时 才会得到真正的加强 最后 据大佬所说 5.1版本的卡池 应该会包含西诺宁 和从兵系改为封系的恰斯卡 这两位角色 不仅外貌和风格十分出色 而且在实力上 经历了一系列的改变 据目前的消息来看 西诺宁被描述为一个低命辅助 高命输出的角色 之前被戏称为 岩万叶的说法 似乎并非毫无根据 他能为许多元素角色 提供不同程度的争议 因此可以说是一位神机辅助 大佬的总结 是与万叶相反 减抗取决于自身 增伤则依赖于勇者套装 如果这些消息属实 那么龙幅队伍的上限 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而满千队伍 则可能会有一些惊喜的表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